大家好 我是盈婷 今天我兩個美麗的好姐妹約我出來說 她們有煩惱 歡迎小瑩跟小婷囉 她們有什麼煩惱呢 都說要換車 我想跟大家一樣吧 因為你希望車子能夠安全 舒適 車下要漂亮 而且油耗數字要好 重點是後勤維修也要能夠滿足你 真的有那麼難選嗎 來聽聽看她們到底遇到什麼狀況對症下藥 小瑩 你遇到什麼問題呢 唉唷 我跟你講 兩位姐妹們評評理啊 絕對不是我龜毛 光這幾天要換車 我就換到要失眠了 我現在不開休旅車嗎 你知道嗎 我開到像這種地下停車場 好多地方聽得我心驚膽跳 更不用說機械車位了 可是要換轎車 你知道我愛購物啊 我需要很大的空間 所以我的轎車可能空間要大一點點 車子要看起來漂亮 然後當然呢 我勤儉持家妹 所以油耗數字也要好一點 後勤維修也很重要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難選 我這些失眠耶 唉 小婷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不不不 我可沒向你要求那麼多啊 我要的只有一樣 那就是安全 光是安全這個選項啊 真的是讓我一個頭 兩個大 你知道嗎 我把市售所有車款 主備的安全全部列出來 結果發現很難選擇 太多了 頭很痛耶 好像也沒那麼難嘛 我們兩位姐妹趕快 去去去 回家 GoGoGo去睡美容覺 拜拜 這種問題我幫大家思考就好了嘛 你們是女性自駕 所以主備的安全很重要 還有愛購物 所以車子空間很重要 不一定要買SUV 轎車也可以有這樣的選項嗎 哈囉 Eddie哥 我剛好今天遠遠看到這一台 全新上市日本原裝進口的 Toyota Camry 好像有點符合他們剛要的選項喔 對啊 我們先來談談這個 剛上市的全新第八代的 Camry 它用了最新的Toyota的設計 TNGA底盤 符合現在時下的需求 再來就是在科技度上 在這個造型上 它也有最新的設計 這一代的 Camry 它有一個不同的特色 就是它把所有的車型的設計 都年輕化 造型化 然後把線條也變得比較動感 它希望買家的 購買的這個人的年齡 它不要限制太多 它希望這個年輕人 可能30多歲 如果財力允許 或者是年輕媽媽 它在市區拆來接送小孩 或者是自己購物的話 房車還是有它的便利的地方 我覺得TNGA底盤會讓我更安心 這個TNGA底盤 其實在Camry上 它還有一個負價的功能 就是它會藉著抑制引擎 出的方式呢 來讓這個所謂 車身起伏的電源系統會作用 所以這是一個很妙的 假設說我們在這個舞陽高架的時候 它偵測到車身晃動的時候 它會藉著引擎出力的調整 讓車身不要晃動那麼厲害 你正在講 我就一直在過 你看我拿著水溝蓋 我就在過去 它抑制這個震度 感覺很好耶 如果要吸震 那這就是穩定的舞蹈 但是它還保持著 操控的這個手感 對 所以我覺得 在Camry是個蠻厲害的車 在調校之下 新的底板反應 然後搭配變速箱 跟這個電源系統 我真的覺得 不只是第一眼看到它 它覺得這不是Camry 來看看看 這真的不是Camry 你會覺得跟印象中Camry 非常非常不一樣 開這樣子的車 真的會覺得安心很不錯 然後賞心悅目 你看這裡的S型 對 內裝很漂亮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車身低我覺得開得更安心 而且我的A柱真的細細薄薄的 我覺得視線沒什麼死角耶 這一次的A柱縮小面積 也是因為就是 一般的車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在左轉或右轉或馬路的時候 可能會有行人會被A柱擋住 對 所以縮小這個A柱的面積 是有助於判斷前方的狀況 雖然說不常遇到 我這個很容易就可以掌握到 我坐邊的這一點情況 那當然我知道 這麼多的安全配備在保護 沒關係 尤其是這種天雨落滑 真的就開起來不用那麼緊張 其實油耗漂亮嗎 這台車的平均油耗是21.9 二字頭 二字頭 Hybrid嘛 對 必須的 雖然搭配2.5升 但它是2.5升的Hybrid的動力配置 所以油耗也很棒 重點是它現在維修也方便 反正點多 Hybrid你不用擔心它電池問題 8年16萬保固 8年16萬我可以開8年 小孩又長大了 這一台是自駕 對,這台自駕 像我剛剛那兩個姊妹 她不是說要自己開車 沒有男朋友嗎? 哈哈哈哈 自己開就簡單多了 所以SUV其實壓力比較大 對 房車就比較好 對 相對SUV來講 這台的車輪 它說到安靜的高級感 所以這一次它在很多地方 都做大面積的隔音材質 譬如說在目前後方的這個防火牆 地板跟車頂 都有用比較多的面積的隔音材質 它用塑料皮質作為前 儀表板的主要組成結構 好處是說因為已經聲音從前面來 它其實是日本車頂裡面很緊 它用這塊也做成隔音效果 在原來很好的基礎之下 再做更高級的修飾 對,因為我試過上一代CAMERA 其實就已經很安靜了 可是上來覺得怎麼更安靜了 原來是每個地方都有加強更厲害 對 它從一個中大型公務車 它進化成一個自駕的高值等公務車 所以自駕這個重點它又擺出來 第一個你看這個中台是在圓面像駕駛枕 駕駛倒下 你看它這個操縱面板它有一點角度傾斜 超像我 它把這個形態設計在這個線條上跟配置上 會讓我覺得說 就是這個自駕看起來很舒適 便利 再來就是它有個10吋螢幕的彈充顯示 所以其實也很方便看實處 那當然你的安全性上可以增加 超高級的 對然後這是一個7吋螢幕 然後它有這個JBL的影響 另外是它這個實紋的中央扶手材質 好力氣耶 它這個是用一種橫木石的方式來做這個線條造型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打破原來的傳統的設計 不是木紋就是皮革或是塑料 它有一點這個新的線條感 條紋中帶有這個金屬色 對啊 2.5升的這個Hype BB的版本 它其實加速表現不錯 大概0到170秒多 那我們並不是真的要開這個車從0到1台充次 而是它這個扭力的加速的抵結度跟順暢度 再來就是我們看 它車窗的密度加大 然後再把這個車窗的高度下移 它現在開始重視說開車人到底要什麼 我要好的視野 所以它在設計上 它就把這個所有的前檔左右的窗的這個窗框的角度 都往下移 你可以看得更低 更下面 看得更多的角度 它包括車廠跟軸距都有調整嗎 多了35mm 所以坐在裡面我真的覺得空間大很多 對啊這個軸距是長了50mm 車廠就尺寸 可能包含前後車廂的這個長度設計 比上一代多了35mm 寬度多了12mm 但車高是降低25mm 降車身喔 我們說這個白改降危險 但是這是原廠自己駕 對它就是為了這個高速穩定 跟這個行駛的穩定性 重心降低 又提到一個重心降低才能有好的操控 這是一個跑車的核心 不得了不得了喔 加速很快 行進沒有快 應該說我用Normal就覺得有Power模式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側傾控控制得也不錯 是偏舒適 但是自信性很好 所以真的是還蠻令人耳目一心啦 而且Camry是Toyota的第一台中大型的航車 TNGA主台 而且我們知道Camry其實在美國 早就大概一年前開始銷售了 在國外的評價也都很好 然後我們也看到它外觀也是很帥氣 就是說你自駕其實也蠻風光的 這個車型呢它在1982年開始生產第一代 它在1989年的時候進入台灣市場 它銷售了30年 但是在30年中呢 它有16年都是銷售冠軍 中大型房車 連續16年拿冠軍 所以這是有一個優良協同的車型 在新的世代中它加入了新的科技元素 讓它可以更適應市場的需求 喔 你看它的外型嘛 我剛剛跟我們兩位漂亮的姐妹們約 遠遠看 她說要看Camry 我還沒有找到它 結果就在眼前 這台是Camry啊 遠遠看我真的認不出啦 它有六條折線 折線很多 車頭的折線讓車頭呈現一個低重心的感覺 就是更會有叫跑車的感覺 再來就是眼的大燈 配上黑色鋼琴烤漆的這個水箱罩 細細的它會比較有精神 水箱罩的範圍設計的很大會比較老派 然後再來就是錢包感的進氣雜 面積非常廣 它有點像T型 它讓這個整個車頭角度顯得又低又寬 而且在車身尺碼上 這個車型比上一代 它車身加長 車寬加寬 它車高降低 所以這三個點都是 目前Toyota設計的房車的重點 就是重心低 加速穩定 底盤穿過好 更貼近像跑車的感覺 那寬跟長 都是為了讓乘坐空間更能夠延伸 坐得更舒服 所以車子空間也比較大 那車側其實也很漂亮 因為線條是一路延伸的嘛 而且車側我覺得也蠻多巧思的 跟以前是做的Camry不一樣 Camry Hybrid旗艦版它配置的是Spa Tune 235 45 18的輪胎 喔 頂規 目前其實是中大型房車的一個標配啦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Spa Tune好像輪胎代價很貴 Spa Tune是一個普遍的價格 是大量的 所以這個在日後的維護上 或者是更換上其實是還蠻便宜的 因為數量蠻多的 新的Camry車側呢 其實它要維持住的是一個大氣跟高級感 所以你看這個車側線條 它做得比較平滑 不設計太多的折線 太多折線就會失去一點穩重感 它把這個折線的設計放在車頭跟車尾 讓車頭車尾比較有變化 就中大型房車這個高級質感是門要大 開門的上下要方便 所以它把這個特色也保留住 這是我們觀察的 而且有弧度 對 它有一個基本的這個腰線 但是它不特別做太多的累贅的設計 所以其實車側還蠻modern的 但是它就是有點沉穩的味道在裡面 車尾巴它又往上 車側延伸往上接到 這就是我提的就是說 它在車尾比如說在C柱這邊的線條 它有加一個折痕 它就讓這部分的設計層次比較豐富 也會連貫到車尾這個所謂的短一點 像小翹起來的鴨尾這樣子 小翹腿 這個設計其實是很多歐洲車 都是用這個方式增加一點 然後風阻效應 下壓力 你看這Camry的排列 這個質感也是全新的 它是分開的排法 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這也是要宣誓說 新的Camry其實有很大的不同的改變 那還要來看看行李箱空間囉 直接打開來 算蠻平整的 而且深度還行喔 對啊 這一次的Camry 它的行李箱我們看到有示意圖 就是它可以放下三個29吋的行李箱 再加一個20吋的登機箱 三咖大的 一咖小的 公司要接兵客啦 基本上也都沒有問題 像它這個設計上它有兩個快速鍵 可以一拉後座就傾倒 對 所以在這裡拉一下 真的 後座就可以傾倒 快速鍵 那你就可以要載東西的時候是很方便 對 因為女生很方便 剛剛說那個三個29吋的旅行箱 再加上一個20吋的登機箱 是不用把後座傾倒的 是標準的請李箱就可以裝這麼多東西 標準就可以了 對 因為後方正 我反而注意到說 它的開口是比較低的 低 對 所以我直接這樣子上去了 比較半動性上去其實是比較便利 而且省利的 所以空間是夠用的 這樣就算你的 快來,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